今天来讲Home Proxy。 它机遇Thinkbox比较清凉。 来用的EmortalWRT。 首先修改预言为中文。 然后进系统软件包更新。 来使规律力远。 但时间有点久。 先安装Thinkbox。 Thinkbox解压出来也都及时找吧。 比Paswall你依赖要消耗多。 然后安装Home Proxy。 来直接安装中文的。 安装成功以后刷新哈页面。 切换到Home Proxy页面。 来验识哈如何收懂添加节点。 来收懂添加麻烦都不验识了。 反正就是宣写你填上其他信息。 我们简单一点直接粘贴。 比如Shadowsocks的连接。 来打开你的Substore。 获取节点的连接。 你如果没有Substore, 也可以从比如消耗键把SS的连接复制出来。 回到Home Proxy倒入连接。 这就是直接添加节点。 我们首先看它的别名单模式。 如有模式宣达入别名单。 宣租节点。 设置规律DNS服务器。 如有端扣宣说有端扣。 要不非标准的端扣它不会带列。 然后我们开启它的HTTP带列服务器用来延迟。 这设置监听在10080端扣。 然后包成并应用。 我们来到服务状态来的。 你可以测试别读Google的连接。 来我们设置浏览器扩展的带列为刚才的HTTP带列服务器。 测试措施能打开Google。 如果说你要添加入名周子连。 在方文空子里你可以添加入名。 被名单模式没有分流。 我们再来看指定的路由模式。 列式上面的彩单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步我们添加路由节点。 选一个节点。 来我们选一个香港节点。 作为美人节点速度比较快。 我们在演示下添加一个玫瑰的节点。 后面方便分流选车。 添加完节点以后你才方便添加规则剂。 第二步我们添加规则剂。 添加中规规则剂。 来从Thinkbox里Github上的SRS的文件。 Github下载不一定需要代理。 所以说要添加完路由节点以后再添加规则。 来你出人宣测刚才设置的Proxy。 通过代理下载。 接着我们添加非中规的规则。 一样你宣测而进子。 宣测圆程。 暂贴进Github连接。 你也可以到Github上看下其他规则用来分流。 来我们点包层。 第三步我们来到路由规则。 来下可以在路由规则里把路由节点与规则纸关联起来。 建立中规与非中规的路由规则。 选非中规的规则纸。 除了安选Proxy这个路由节点。 也都是非中规的流量每人走前面选的香港节点。 接着设置中规的路由规则。 让中规的流量走直连。 最后包称并应用。 我们看下带的效果。 Google等网站都能打开。 最后Cloud提示区域不可用。 这是因为用的香港节点要玫瑰节点才行。 我们可以参考下MeHomo的计则的规则。 为Cloud添加入名规则。 打开MeHomo的Substore的文件管理。 添入Cloud的入名规则。 两个入名。 你记得打开Gyu网人方文里减的Substore。 MeHomo介绍网期时聘用。 复制处连接。 要是提换为机器的IP。 然后来的行件叫CloudRowset的规则器。 暂停进刚才的Substore连接。 回到路由规则里里。 新建一个叫CloudProxy的路由节点。 选择玫瑰节点。 最后建立一个叫CloudRowset的规则器。 选CloudRowset规则器。 初展选CloudProxy。 包层。 但其实那样些指导还需要调整它损循。 我们把CloudRowset放到上面起。 它的路由规则在前面的优先级更高。 把它挪移到前面优先级最高并包层。 省小以后我们再测试哈VRXGoogle的系网站。 依据Cloud看有没有省小。 可以看到是省小的。 这是它的官方Github仓库。 HomeProxy与Immortal World是一个作者。 之前也使VRX上捞过让我实施HomeProxy。 最后还请大家点个关注非常感谢。 超级由于平 lastly。 对 quotes。 最后便运用。 所谓用。 欢利。